此时此刻楚清河聚集而来的天地之力太多 虽说东方不败 妖月以及水母阴姬的底蕴已经非寻常舞者能享 但三女到底并非是楚清河 在楚清河此时这种近乎于投胃的方式之下 三女存入七海穴内的天地之力越来越多 半个时辰后 在楚清河的感知之中 此时的三人之中的水母阴姬忽然停止了 对于天地之力的吸收以及炼化 并且体内的真元波动 意识开始剧烈了起来 却是体内的天地之力达到了极限 在自身七海穴内天地之力的影响下 开始进行三合化一了 而在水母阴姬体之后 旁边的东方不败以及妖月意识统一 时间停止了对于天地之力的炼化 开始进行三合化一 对此 楚清河体内一缕真元悄然地注入到了地面之内 顿时 一道真元的波纹 骤然以楚清河为中心扩散开来 直至将楚清河在内 这百丈范围之内全部笼罩进去 渐渐地 东方不败三人体内的气息波动越来越浓 真元甚至都开始难以抑制地 从体内弥漫而出 环绕在三人的周围 然而就在这时楚清河仿佛察觉到了什么事的目光忽然一转 看向东北方向 嘴角一抹弧度悄然地勾起 随后再次取出脸稀粉继续让体内的真元波动被敛去 实习之后 自东北方向 一道身影快速地破空而来 在这乘风而动间 李淳风已然是看见了大则山上那四到近二十丈高的法相虚影 还有被这四尊法相虚影围起来的东方不败三人 再看周围 那疯狂钻入这四尊法相虚影的天地之里 李淳风眼眸一鸣 体内真元调动间 快速地从空中落至这大则山上 随后 目光放在十丈外 那静立于四尊法相虚影内的东方不败三人身上 感受着东方不败三人周围 那浓郁如水般的天地之里 李淳风眼睛轻眯 稍稍思索片刻之后 李淳风竟是并未上前 而是站在原地静等 远处 此时大则山三十丈外 一片树林之中的楚清河 看着这一幕时 眉头轻挑 紧接着 自楚清河的脸上 则是流露出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竟然没有阻拦 有意思 想着 楚清河步伐青台 便准备从这树林之中走出 只是 还未等楚清河这台起的步子落下 楚清河竟是感觉到了另外一道快速靠近的身影 其体内的真元波动 赫然是属于照神镜后期 察觉到这一幕 楚清河眉头轻皱 刚刚抬起的脚顺势收了回来 片刻后 另外一道身影顺势落于这大则山的山顶之上 来人高有八尺 身着黑色宽大的长袍 以及金色的头冠 脸上戴着一个漆黑如墨的面具 而在面具上 则是以特殊的金漆 绘制成了一张简易的人脸 而身上那宽大的袍子看似简易 但披着的黑色披风领口 却是以纯金所致 并且上面纹路独特 竟是雕刻了山川百兽 颇为不凡 目光放在这两人的身上 楚清河眼眸青闪 如果说此前在前面那老者来时 楚清河尚且还未能知晓两人的身份 那么现在这一个戴着面具 让人看不清真容的人过来 楚清河如何不晓两人的身份 阴阳家这一任东皇太医 以及鬼谷派这一任的鬼谷子 确定了两人的身份后 楚清河心中轻叹 果然 事情没有袁天刚说的那样简单啊 场中 伴随着东皇太医 也落于这大泽山的山顶 面具下的双眼倾挪间 看着远处那闭目间周围天地之力 疯狂涌动的东方不败三人 东皇太医面具下的神色微变 而后转头看向身旁的李淳风 东皇太医缓声道 李淳风 倒是有不少年没见了 闻言 李淳风开口道 是啊 算算时间 该有七十几年的时间 为何万风将军照面了 听着李淳风的回应 东皇太医冷声道 大夏皇朝派你负责监管这九州大地之事 现在这几人疯狂吸收天地之力 你所做的事情便在这旁边看着吗 面对东皇太医所言 李淳风摇头道 老朽不过比万风将军先到一步罢了 万风将军此话倒是有些偏颇了 声音入耳 东皇太医冷哼一声 随后将目光放在东方不败三人身上 极西后 东皇太医开口道 从他们三人现在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在凝聚五道金丹 可不过天人静圆满的修为 到底修炼的何种功法 能够引得天地之力这般变化 能够让这整个九州大地之中的天地之力 都被聚集而来 这一点即便是本作都做不到 说话的同时 东皇太医的目光也放在东方不败三人身边 那四尊法相虚影上 眼中一抹惊叹之色闪过 提及到这一点 李淳峰神情也多了几分凝重 这一点也是在下方才疑惑的 别人不清楚 李淳峰如何不清楚 这九州大地中天地之力的情况 别说是这九州大地中天地之力有问题 即便是放在神州大地之中 李淳峰以及一旁的东皇太医都难以做到 这样调动吸收天地之力的范围 扩散到整个九州大地 而且李淳峰并未将那封印之中的问题 告知于身旁的东皇太医 眼见李淳峰也不清楚 东皇太医不再多说 而是一步跨出身形 瞬间消失在原地 对此 李淳峰不禁叹了口气 视线随之转向一旁的东方不败三人 然而 就在李淳峰刚刚抬眸之时 却发现 此时东方不败三人依旧是沉浸在修炼之中 周围那些天地之力 依旧还在疯狂地进入到东方不败三人周围 那四尊法相虚影的身上 然后再被快速地炼化 嗯 察觉到这一幕 李淳峰神色轻移 要知道 东皇太医的修为 已经是迈入赵神境后期 以东皇太医的实力 这几十丈的距离 不过一步之遥罢了 从方才东皇太医的行径来看 明显是想要直接出手打断远处那三个女子的凝聚五道金丹 可现在 已经一息的时间过去了 东皇太医却并未出现在东方不败几人的身边 甚至于此时这大则山上 也丝毫没有了东皇太医的身影 仿佛刚刚动身时直接离开了一样 略微思索之后 李淳峰同样一步踏出 可这一步之下 周围却并未有任何的异样 但当行走了十几步后 李淳峰立刻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在自己这十几步的挪动下 自己和远处那三名女子之间的距离 竟然丝毫没有缩短 察觉到不对后 李淳峰神色微变 然后脑中的精神能量瞬间扩散开来 但几息后 让李淳峰神色更加凝重的 是李淳峰竟然完全感觉不到周围的一样 见此 李淳峰体内真元运转 整个人瞬间弹出向着东方不败冲去 可和之前一样 在李淳峰这快速地挪动了近百丈的距离 眼前的那三名女子和自己的距离依旧未能减少 发现这一点 李淳峰双目轻蔽 然后闭眼选择了一个方向之后再次动身 等大致移动了将近百丈后 李淳峰再一次睁开眼睛 可睁开眼睛环扫周围一圈后 让李淳峰脸色和心情瞬间凝重起来的时候 自己和远处那三人的距离 还是没有减少 感觉就像是从头到尾 李淳峰自己都未曾移动过一分一毫似的 正法 面对现在的景象 李淳峰凝重地开口道出这两个字 随后四处扫了扫后 李淳峰快速地在周围扫了扫 闭目片刻细细地感受了少许时间后 体内真元迸发下一掌 对着身前拍出 顿时 一道近十丈大小的巨大掌影 便被李淳峰凝聚而出 然后向着左侧悬崖位置拍去 而当这巨大的掌影拍出 一道道波纹便从空中扩散 然后将李淳峰发出的这一道掌影给拦下 下一秒 自这波纹之中 一道半透明如同水雾一般的三尺剑气 迸发直直地朝着李淳峰击射而去 而当剑气破空时 此时的李淳峰心中忽然升起了一股心悸感 连忙抬起双手 变换了招式 动作间 到李淳峰的手掌之内后 低鹤一声后 一掌影向空中那一道剑气 过程中 自李淳峰右手周围真言以及天地之力以及精神能量聚集的情况下 竟是在李淳峰的身前凝聚出一个巨大的八卦图案 可当这剑气触及到八卦图案的瞬间 这一道剑气竟是如刀切豆腐一般无比顺畅地破开 这一个八卦图案 然后然后划过了 李淳峰的肩膀带起滴滴鲜血飞洒 怎么可能 痴痛之下 李淳峰神色大变 可不等李淳峰多想 一股刺痛便自李淳峰的体内传来 真言快速运转下 李淳峰这才发现身体之中竟然不知不觉被一缕剑意侵入 圆满层次的剑意 察觉到体内的情况 李淳峰连忙运转真言 将体内的这一缕侵入的剑意逼出来 并且操控身体的气血之力阻止了肩膀上的鲜血 但在止住肩膀上的鲜血后 此时的李淳峰抬眼看去 视线之中 哪里还有那四尊法相虚影 以及正在运转真言三和话意凝聚五道金丹的三名女子 目光锁过之处 皆是这大则山上黄色的沿途 以及远处那一片树林 但即便是意识到了不对劲 此时的李淳峰却并未继续像方才一样 动手想要强行破开这一个阵法 单单以方才那一道剑气 李淳峰便能确定 布置阵法者不但是布置了迷阵 同样还在这迷阵之中混合了杀阵 就像李淳峰刚刚那样 胡乱地动手 妄图强行将这阵法破除的话 便会引动这阵法之中的攻击 而想到方才那一道剑气 李淳峰一颗心不禁沉了一下 这样的阵法 这样的实力 还有圆满层次的剑气 连我竟然都难以招架 九州大地之中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高手 同一时间 就在李淳峰相隔不到实障的位置 此时的东皇太一 亦是经历了和李淳峰一模一样的情景 不过不同的是 这边的东皇太一引动的却并非是一道剑气 而是十几道剑气 面对着此时向着自己击舍而来的这十几道剑气 东皇太一黑色袖子中右手抬起 伴随着手掌平抬 一道道天地之力快速地从东皇太一的体内凝聚 而当这些天地之力和东皇太一体内的真元相容 竟是化作了十几道的锋刃快速旋转剑冲向这十几道剑气 但在这十几道锋刃触及到这十几道剑气时 竟是瞬间便被这十几道剑气破开 然后速度不减继续冲向东皇太一 察觉到这一幕 东皇太一心中一顿 真元裹挟着天地之力 瞬间在自己身前凝聚一个巨大的水球 将东皇太一包裹起来 可是在这水球却丝毫未能阻挡这十几道剑气 待到剑气临身 这些水球亦是被悍然地破开后 继续破开了东皇太一周身的护体真元 然后冻穿了 东皇太一的身体 扑扑扑 煞时间 十几道身体被冻穿的声音随之响起 在东皇太一的黑色衣袍上 已经是有着十几个小洞后 自东皇太一东皇太一的衣角 已经是有着滴滴的鲜血滴落 感受着体内此时传来的痛感 东皇太一心中却是骇然一片 显然未曾想到 这十几道剑气的威力竟然会这般地强 自己的招式 面对这一些剑气便如同纸张一样 轻而易举便被破开 同样 此时受伤的状态下 东皇太一面具下的神情 意识凝重到了极点 目光在周围环扫间 东皇太一冷声道 敢问是哪位再次不下阵法 可否现身一剑 树林中 听着此时东皇太一所言 楚清和心中倾笑 但对于东皇太一所言 却是丝毫没有回应的想法 虽然东皇太一的修为 已经迈入赵神经后期 从方才展现出来 对于天地之力的掌控 也比李淳风更为高明几分 可在楚清和的眼中 也就是那样 仅凭两人的实力 除非是能够找到自己阵法中 作为阵眼的那一道剑气 否则的话 若是想要强行破开阵法 只能说是自找死路 随后 楚清和目光一转 放在一旁的东方不败三人身上 彦像 珍SE